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 Apaq IoTDB UDF基本原理 及其在工业数据质量领域的实践应用 那么这次分享将由我 苏玉荣和我的好同学贺文迪一起带给大家 我们都是来自清华大学软卷学院 关于今天这个主题分为两个部分 我负责 IoTDB UDF基本原理的讲解 那么文迪将负责 UDF在工业数据质量领域的实践 首先我们会介绍一下 UDF在LTDB中的基本概念 然后基于基本概念 我们会看看怎么样进行编写和管理使用 在之后我们会看看 UDF今后将如何进行一个发展 首先来看 UDF是什么 简单来看呢 UDF其实和大家在其他系统所了解的用户自定义函数 或者说其他系统里面的数据库系统里面的这个存储过程差不多 具体来说呢 它其实是一套加挖原生的编程破窄接口 基于加挖反射技术实现 那么基于这一套编程接口呢 用户可以将自定义的逻辑注入到LTDB系统中 进行一些简单或复杂的一些这个数据处理 那么在进行这个UDF管理的时候呢 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动态性 在整个UDF装卸载的过程中是不需启停服务的 然后呢我们也提供了类似一口的管理语句 方便用户进行管理 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支持函数 函数表达式 然后数学表达式 国际表达式等等 进行一个相互的欠套查询 功能和门力呢实际上是比较丰富的 在LTDB中呢 我们把UDF分成了两种类型 大家现在或者说曾经使用到的UDF 其实都叫UDTF 我们叫Time Series Generating Function 也就是自定义时间序列生成函数 那么这一类函数呢 它是允许接收多条时间序列 最终输出一条时间序列 那么这一条时间序列的这个点数呢 可以是任意的多 任意多点 那么第二种类型呢 大家其实是没有看过的 因为我们还在进行一个紧络密鼓的开发 是一个用户自定义的聚合函数 它和自定义时间序列生成函数的区别在于 自定义时间序列生成函数 它需要输出一个时间序列 自定义聚合函数呢 它只能输出一个数据顶 一个数据值 它不带有时间戳 本次分享中所涉及到的这个UDF呢 我们都是UDTF 后面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介绍的话 那我们默认UDF都是UDTF 在LTDB里面呢 实际上大家看到的所有内置函数都是UDF 也就是说UDF和内置函数 走到同一套的国际实现 那么我们内置的目前是有17种数学函数 五种趋势函数 有一些这个字符串处理函数 选择函数 长函数 数据类型转换函数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条件函数呀 这个等数量分统 降采样的函数呀等等 那么甚至呢 在某一些系统里面 大家也接过有JXL 就是Java Expression这种表达式 来进行自定义操作的 那我们基于UDF的框架 也将这一套能力集成了进来 这是一个在0.14之后的版本提供的新功能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说了一些基本概念之后呢 我们来谈一下UDF该如何进行一个管理和使用 大家了解了这个UDF的基本概念之后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UDF应该如何进行管理和使用 也就是说UDF的这个从这个编写到装载到使用的全流程 大概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该如何去创建一个这个UDF项目 那么假定大家都用MV去管理这么一个Java依赖 那么首先第一步自然是要去编写一个POM文件 在里面呢主要是对POM文件的dependency进行一个管理 最主要的呢就是UDF的编程接口依赖 大家用过UDF都知道在0.12和0.13版本中呢 大家是要以Provide的形式提供IoTDB Server的这个依赖 那IoTDB Server是一个非常大的依赖 有几十兆 其实不太方便大家去编写和编译 那么在0.14之后 目前已经发布了一个0.14的preview 那么基于之后的版本呢 我们把UDF的这个接口单独做了一个接口包 这样之后呢 大家只需要引用UDF API这个包的依赖 就可以进行这个UDF的正常编写 那么除了这个UDF的编程接口依赖之外呢 大家自然就是要把UDF之外的一些额外的这个部件依赖 给加入到咱们的这个POM文件里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在我们的Java的这个文件里面去编写一个函数逻辑 那么下面这个我们提供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绝对值ABS的一个逻辑 我们简单的存在了这个Override的两个接口 一个呢是比如说START 简单的设置了它按行迭代的这个迭代类型 和这个UDF的这个输出序列类型 那么在Transform里面呢 我们编写了它实际的逻辑 使用了这个Math的ABS 进行了一个实际的处理 编写好了这个逻辑之后呢 自然就是编一每本项目 去构建出一个真正的加包 有了加包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构包上传到LTDB的这个服务目录下面 这里在最近几个版本里面可能是使用的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 在老的系统里面在0.12号0.13需要DBA 我们的数据和管理人员将构包放在EXT的UDF目录下 这种方式呢也其实大家提了很多的这个意见和建议说比较麻烦 能不能有一种方式就是说我可以用一些语句指定我的构包的这个资源在某台服务器上 然后数据库在创建UDF的或者创建Function的时候主动去拉取 这个答案肯定是可以的 因此呢我们从0.14开始呢 除了支持旧的这种DBA直接将构包放在这个UDF目录下的方式之外呢 我们也允许用户在CreateFunction语句里面去指定构包的资源服务器和获取协议 那这样呢就避免了这个DBA的手动上传 可以更加方便尤其是在这个集群状态下 更加方便大家的这个管理使用 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说到的就是使用这个CreateFunction语句 去把这个UDF的构包反射进入系统 那么我们的语法是CreateFunction 然后一个Function内容 然后S这个我们编写的这个UDF的这个FullClass内容 最后呢用using来指定这个资源的位置和获取的协议 下面的例子表明呢我们主要看一下这个using的这个部分 我们下面这里using了一个http协议 在一个jars.example.jars目录下的一个一个加包资源 有了这条语句之后呢 服务器会从这个这个0.0.0.9999下面这个这个这个下面 通过http协议去拉取jars.example.jars到本地的这个ext.udf的目录下 然后呢去再正常执行我们的CreateFunction逻辑 那么我们把这个UDF正常的载入到了系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正常进行查询了 我们这里的例子呢是举了一个之前我们ABS和这个原始查询混合的一个查询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序列里面复数已经通过ABS变成了一个证数 能够查询之后呢我们也会想我们系统里面注册了多少这个这个UDF 有多少是内置的这UDF大概是叫什么名字 那我们可以通过show functions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些UDF的这个长相 那么前面说到了整个的这个流程呢 我们也来想介绍一下我们的客户 一般来说这个这个开源版本的这些客户会怎么去使用这样的UDF 比较常见的呢可能是对同样的一些这个序列或不同的序列进行一个组合查询 比如说用户想查这个A加B可能会构造一个addAB的一个UDF 然后又想同时想看A乘C 那都会构造一个multiplyAC的一个UDF 那么也有可能用户想看AB和A加B原始的这两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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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类数据的这个这个查询 那么从0.13版本开始呢我们引入了这个表达式数学表达式 那么UDF和数学表达式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联合使用的 从0.14开始呢我们又支持了在这个well条件里面去增加这个嵌套表达式 那么函数也就是UDF呢也是也是受到支持的 在这里呢也想进一步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UDF管理里面大家常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配置参数 其实在那个我们的properties文件里面呢有三个跟UDF相关的这个参数 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理解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initial byte area length for memory control 那实际上呢这个参数用户适合填写并不影响它的这个实际执行 我们推荐呢就是把它设置为比这个这个我们实际系统里面查询到的这些文字 text类型的这个lens稍微大一些就足够了 它其实是用于预估和统计这个text类型数据点的这个内存占用的 因为我们知道text数据类型它其实是一个变场数据类型 它的内存是不可在在查询之前是不可预估的 那么第二个算数呢就是这个这个memory bucket in MB 它限定的其实是就是说一个UDF或者说一个含UDF查询的语句 可以使用的这个内存上限以MB为单位 那么这个上限的这个这个这个参数的上限呢 它其实是会莫为这个读分配内存的20% 也就是它写的再大也会受到一个这个这个读内存20%的这个upbound限制 那么第三个参数呢就是UDF 这它是一个比较内部的一个参数 它限制了就是UDF查询里面各个阶段的内存分配 那么其实UDF的整个执行逻辑里面有三个阶段 一个是读原始数据 第二个呢是对原始数据变形 第三个呢就是我把这些变形后的数据收集并输出 那么目前这三个部分的这个内存分配比率是1比1比1 这个呢其实大家不用调整也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之后呢这些大家可能难以理解的参数 会被逐渐的去掉 然后数据库可能会更好的进行一个自管理 大概刚才说了一下整个的这个UDF的这个 这个使用和管理流程之后呢 我们这样深入的来讲一下我们用户该如何去编写一个UDF 如何去写好一个UDF 首先呢我们需要去认识一下咱们提供的这个编程接口 我们一共提供了五个大的这个这个编程 五个大的接口 那么从执行的生命周期来看执行流程来看的话呢 它分别是自上而下 分别是validate before start transform terminate和before this join 那这些所有的这个执行执行的这个接口 或者说我们说执行的钩子 它都在这个各个阶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那么validate呢是主要与验证用户输入参数的合法性 那么before start呢主要是用于配置 配置用户的配置和检查 主要是用于比如说 这个用户输入参数的获取啊 输出数据类型的这个设定啊 然后我们该怎么样去访问原始数据啊 然后要申请多少的这个资源啊等等 那么与before start有一个对应的呢 就是before this join 也就是这个整个执行这个UDF执行的最后 那些申请的资源应该要释放 然后等等的一些操作啊 需要需要进行一个逆操作 说完这个validate before start和 before this join呢 就主要是中间的两类啊 这个这个变换逻辑 一个是全式form接口 一个是terminate接口 全式form呢是我们的变换主逻辑函数 一次一次变换呢 其实是允许用户输出任意数值的这个数量的值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terminate 它是用于我们全式form 所有的全式form执行结束之后进行的一次调用 主要是为了支持某一些需要便利完所有原始数据之后 才能拿到结果的场地 下面呢我们会结合例子 一个一个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是validate 那么validate的方法呢 它提供了对输入的列数呀 类型啊和参数范围进行检查的能力 我们以一个这个median函数 作为一个讲解的例子 median函数呢 这个顾名思义 是找到一个序列里面中位数的那个点 然后我们还允许用户去输入一个kv的一个参数队 这个参数队限制了这个 这个这个是一个精确的一个median 还是一个允许就是一个一个粗略估计的一个median 那么这个error的这个范围呢 必须是0到1之间 那这个0到1是显然是需要进行一个数值检查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validate函数呢 首先通过validate input series number来限定了数字列数 只允许输入一列数据 那么通过validate input series data type 限制了它的输入类型 只允许输入四种数值类型 那么最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validate的一个通用的一个 一个检查函数呢 对这个error的这个取值范围 进行了一个限定 它必须大约等于0小于1 那这样的话还允许用户去自定义 它输出的这个这个报错信息 等等 那么第二个需要跟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这个before started的这个这个这个接口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 它主要是用于在正式这个transform开始执行之前 让用户有机会去获取输入的参数 去设定输出的这个类型 去去设定这个我们这个这个UDF 该怎么样去访问原始数据 然后呢 同样的还有一些这个资源申请的工作 我们内置的函数呢 有一个叫使均matrix的这个这个这个UDF 那么它的作用呢 主要是从se这个序列里面 以这个java标准库风格的正值表达式 regular expression进行一个匹配 如果能匹配成功 那么se对应的某一个时间下的这个值 对应的这个输出就为true 如果它是一个不可匹配的 那么se某个时间错下的这个值会对应到false 这个功能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before start里面需要对这个 这个stringmatrix函数做什么样的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kv参数队是regular expression 这个kv参数队呢 是需要这个用户程序里面进行一个保存的 我们需要对这个用户的这个 这个这个regular expression 去生成这个正值的表达式的pattern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进行了这个正值的一个预编译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设定了这个原始数据的访问策略 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roll by roll assess strategy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按行访问 也就是一行一行的消费 来一个这个一行数据 那么输出某某几个数据 来一行数据输出某几个数据 这种模式 那么我们还在这里进行了一个输出参数的配置 那么根据前面的介绍 这个输出参数的这个类型呢 自然是一个不二的配置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这个一个概念 叫做这个原始数据访问策略 那什么是原始数据访问策略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每一轮迭代消费的时候 是怎么样去消费原始数据的 比如说我们我们是一共提供了两类这个迭代模式 一种是组行迭代 他这种组行迭代呢 是每一轮迭代就消费一行的数据 这每一次迭代呢 可以产生任意多新的数据点 那么我们内置函数 大部分其实都是组行迭代的模式 比如说像这个数学函数 Sine, Cosine, Tangent 制步券函数, Contents, Metrics 还有确实计算函数, Diff, Derivative这些等等 那么还有一些属于用户之地一场 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像这种分筒迭代 那么它主要是用在了 比如说像降采样查询 分筒聚合 序列修复 一场监测等等 其中窗口迭代呢 又分为两种类型 其实我们也是在仿造这个Flink等纵系统 或者说这种Spark这种P系统里面的一些 窗口的概念 一个是sliding time based window 一个是sliding size 或者说其他系统叫sliding count based window 那么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就是说每次迭代都是消费一个窗口 只是说这个窗口是固定的时间长度 还是固定的航数的区别 那么每一次窗口的迭代呢 我们也都允许产生任意多新的数据点 可以是零个 可以是一个 也可以是任意多个 而且呢 我们也只要求这个滑动不长 可能是滑动时间或者滑动的航数 大于零即可 有了前面的这个介绍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变换主逻辑函数的介绍上了 我们变换主逻辑呢 我们会去看这个UF的API 实际上是有两个这个一个一个两个接口的 一个呢 第一个参数是row 一个呢 第一个参数是row window 哪一个会被最终调用呢 取决于啊 用户在这个before start的这个这个这个接口里面 这个strategy的选项是row byrow 还是一些sliding window 如果是row byrow的话呢 第一个这个接口将会被用于实际的这个迭代计算 如果呢 这个是sliding size window或者sliding time window的话 那第二个这个transform函数将会被调用 并作为我们的这个迭代接口 我们看到其实transform函数里面呢 还有一个这个point collector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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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餐 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输入是左边的row 或者row window 输出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右边的这个point collector 对 我们还是以前面的这个stream matrix为例 我们来看一下去怎么样实现一个按行迭代的 输入一个一行数据 那对于这里来说 其实就是输入 以一列中的一个时间值对 那么输出一个时间值对 这么一个例子 我们看到这个transform 它的左边的这个第一个参数是row 第二个参数呢是point collector row是输入 collector是输出 那么我们这里的操作非常简单 直接在每一次row的迭代里面 这个collector都会放一个新的这个这个这个时间和值对进去 那么时间呢 其实就取输入的这个这个这个点的时间 那么这个这个输出的这个这个值呢 取得是输入的这个点的这个字符串 进入到这个patternmatcher里面进行一个匹配 它的true和force值作为我们输出输出的这个true和force值 其实非常简单 那到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整体回顾一下这个string matrix的一个完整实现了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在这个内部保存一个这个pattern变量 用于保存这个预编译后的这个pattern匹配 首先呢我们通过validate的函数 验证了这个输入的序列数量 验证了一个必要的这个kv见识对的这个k 然后呢验证了这个输入的这个时间序列的这个类型 必须是一个text类型 之后呢 我们在before start里面对这个pattern进行了一个预编译 我们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一定一定这个parameter是有这个regular这个key的 因为之前我们这个validate函数已经进行了一个检验 然后呢我们在configuration里面进行了这个访问模式 和这个udf输出值的一个这个限定 最后呢我们在changeform里面去实现了整个的变变化逻辑 其实总体看起来还是非常简单的去进行一个实现 之后的部分呢将给大家介绍一些小的这个技巧 怎么样去让我们自己编写的udf性能更高 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读取 或者说去获取udf框架提供出来的这个数值 那么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在transform中尽量使用roll 也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那个transform里面的那个第一个参数 那个roll或roll window的原生接口进行isnum和数值get的这个检查 那么这里呢主要是想避免数据密集计算下的一个拆装箱操作 我们在这个function这个udf里面呢提供的都是小的数据类型 不是那种包装后的那种大比如说大long大float大double这种数据类型 如果我们通过非原生接口去获取这些值的话 很有可能无意间就产生了一些这种裁装箱的转换 在这里性能损耗是非常大的 那么第二个场景呢就是说在单序列输入的情况下 比如说sign s1 其实咱们是没有必要进行一次num的检查的 如果是num的话呢 那个transform在那个时间戳下是不会进行任何的这个点在调用的 那么第二个大的优化建议呢就是一些 在我们就我们实践编程里面一些数据结构的一些选用技巧 这里就要给大家说到就是java标准库里面的collection呢 实际上它都是基于范形实现的 并不去并不支持一些基础的类型 至少在我们的java这个目前常用的版本里面是这样 那么我们可以为了这个这种非基础类型的这个裁装 就是基础类型的这个裁装箱呢 避免掉这个基础类型裁装箱呢 我们可以使用第三方库 比如说eclips.collections 进行一个这个基础类型list set和map的操作 这样的话呢 经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验上来说 它可以有效的降低内存的占用和运行的时间 下面是一些简单的例子 我们通过可以这个使用inter-array list 这个eclips.collection 来替代掉原来的这个普通的array list 性能可以得到一个直接的提升 最后的话呢 在这个基本原理这一篇想跟大家谈一下这个UDF的这个发展的角度 首先呢 首先呢其实是一个多语言的想法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其他的这个同类型的这个数据库 或者说一些计算系统 大家都支持了一些简单的多语言 都主要是一些动态语言 比如说这个Lua Python JS WebSambia 这些语言的这个这个UDF的提供呢 实际上能够很好的拓展这个整个的计算库 比如说一些机器学习的算法呀 或者说一些网络的一些 就说一些这种前端的一些计算的东西呢 都能够进来 在某些程度上 比如像WebSambia 它还能够提升整个这个运行的安全性 这些多语言的这个介入呢 是我们的一个期待方向 我们在今年的这个编程之下 也引入了一些社区的新生力量来做这个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UDF 框架呢 能够和一些类似于Open Function 这样的FAS平台进行一个这个集成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的这个UDF框架 在之后的使用过程呢 会比较有想象力 那第三点呢 可能是更细节一些的 就是说我们想提供更好的这个开窗的这种方式 主要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像那个Transform里面 那个访问原始数据的方式 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Time Window和Count Window 那么实际上在其他的一些 像Flink的流失系统里面 它可能还会有State Window 或者进一步的 我们也想提供一些像这个User Defined的这种 Window的这个形式 来让大家适应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 那么UDF基本原理的这个部分呢 我就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后面的部分呢 将由何文迪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一些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来介绍第二部分 UDF在工业数据质量领域的实践 那么首先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我们这个IoTDB UDF拓展库 主要是围绕这个数据质量相关的 然后基于这个IoTDB数据库的 这样的一个用户自定义的函数 User Defined Function 主要包括一些数据探查 数据质量评估和数据修复等等方面的内容 然后下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网站 进入这个网站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 包括它的一些开始一些介绍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比如说有12个Data Profiling的函数 4个Data Quality的函数等等 那么这些函数主要是代表这些方面 首先Data Profiling是用户是数据画像 Data Quality表示数据质量 Data Repairing是数据修复 Data Matching是数据匹配 Anomaly Detection是异常检测的函数 然后右边是一些具体的函数 我们就不一一的去介绍了 然后下面第二 我们想希望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和应用场景 去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LTDB UDF拓展库的这些函数 到底能用在哪些领域 怎么去使用它们 第一个案例是关于数据重采样 数据重采样就是将一个时间序列数据的 一个原始频率转化成一个 另外一个频率的这个时序数据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频率为两秒的 这样的一个时序数据转化成一秒的 当然也可以把一个一秒频率的 转化成两秒频率的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数据 它本来的这个标准的间隔时间是应该是两秒 但是因为存在一些 一些延迟和某些点上有一些缺失 导致它这个数据不再那么完整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些调整 进行数据的重采样 比如说将原始数据的这个采样的频率降低到一分钟一个 这样的话的好处是就可以去削弱这个延迟和缺失造成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然后呢让这个数据严格等据也有助于一些比如说机器学习方面的应用 因为可能这些里面的应用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频率的间隔有更高的要求 同时通过减少数据量也可以实现节省存储空间的效果 然后SQL语句是这样的形式 首先select resample resample就是重采样的这个UDF函数的名称 然后后面会有一些参数 包括一些linear的一些方法 还有mind的一些参数的指定 然后最后是from这个数据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经过重采样之后 就变成了这样的形式 而第二个应用是关于数据质量的 而对于时间序列数据来说 这个数据的质量非常的重要 我们需要一套评估时间序列数据质量的这么一套方法 然后通过识别这个数据质量 低质量的这个时序数据 可以从而去避免这些低质量的数据 对后续的数据分析造成不利的影响 而影响这个数据质量的因素有很多种 那我们总的来说 将这些数据异常归纳为四个数据质量指标 第一个是completeness 是完整性 第二个是consistency 一致性 第三个是timeliness 时效性 第四个是validity 有效性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下图如下图所示 是一个关于车辆速度的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看出里面有一些这个数据不完整的地方 但是又很难通过观察去直接得到到底是哪些地方不完整 它的不完整的严重程度到底是有多少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完整性的函数 和之前一样 它是这样的一个UDF的一个形式 我们通过这个函数就可以得到在某个这个时间段上 它的这个完整性的一个指标 然后如果比如说我们发现 某个时期内的这个数据的完整性指标特别低 我们就会可以很直观的得到 这段时期内这个数据丢失的太多了 然后并且由此联想到 可能是这个时间内 这个车辆的速度传感器 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第三个应用是关于异常检测 在异常检测中 我们通常将这个超过预值的数据点视为这个异常 那么一个非常广泛应用的方法 是关于这个K-Sigma原则 通过将通过计算这个数据的这个平均数 和它的这个Sigma方差 标准差 我们就可以判断出 当超过比如说大于平均值K-Sigma的数据 或者小于平均值K-Sigma的数据 就会把它识别成异常值 当然具体来说又可以分为两种方法 包括这个一个是标准偏差SD 一个是中位数绝对偏差MAD 相当于是两种这个稍有区别的方法 然后我们在这个函数实现的时候 把它作为参数 可以供用户的选择 当然从这个整体的这个效果上来看 在面对极端值的时候 这个MAD方法 比SD方法的这个鲁光性要更强一些 它的SQL查询语句是这样的 这里一个是可以用median的方法 一个是用MAD的方法 可以供用户去选择 同时我们也为这个这两种方法 实现了一个近似的算法 这种算法 它的这个空间的复杂度会更低 当然除了K-Sigma原则 去进行异常检测 还可以用这个范围异常 去进行这个异常检测 比如说我们可以人为的指定 一个upper bound上界 和一个lower bound下界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range 这样一个用户自定义函数 然后可以识别出 大于这个upper bound的异常 和小于这个lower bound的异常 第四个应用是使用寿命的预估 使用寿命的预估 主要是可以应用在 比如说一个船上 它的一些零件 它是有存在一个使用的寿命的 当它的这个工作时间 超过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的时候 就可能需要对它进行一些处理 比如说需要进行一些检修 或者说需要一些零件的更换等等 然后那我们如何去识别 去预估它的这个使用寿命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计算 它的实际工作时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它的一个这个 转速时序数据是这样的 那到底哪一个是它的实际工作时间 于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 首先是要过滤这个异常值 然后去识别它的电源是开还是关的状态 然后当这个工作时间超过使用的寿命的时候 进行报警 那其中这个过滤异常值和识别电源开关的这个步骤 就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UDF函数去进行获取时差 计算Media或者MAD的这样方法去来实现这个步骤 然后回到刚才的那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左边这些比较密集的点 还有右边比较密集的点 但是中间有零星的几个点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这一团密集的点 是它处在工作状态的状态 右边这一团密集的点 也是它处在工作的状态 但中间的这个点 其实并不是表示它处在工作状态 而是可能存在了一些离群值 也就是异常值 那所以我们第一步就要筛选出这些离群值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过滤的一个函数 我们就可以把左边的这个幅图 过滤成右边的这幅图 现在就是把这些异常点去掉了 那这个筛选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去分析它们的这个间隔 左边都是比如说一秒的 一秒的间隔 那中间突然有一个24秒的间隔 那这里可能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异常值 就会被识别出来 在识别出这个异常值之后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去检验 它是否是在电源是在开还是关 也就是说需要识别 它是否是在这个工作的状态 那这个如何识别呢 首先是获取时差 获取时差就是 其实就是两两座差的这个含义 那比如说像左边的这些点 它们的时差可能就很近 可能就一秒等等 但是比如说中间这个时差 它就是52秒就很大 那反映在这个时差图上 右图所示可以看到 其他的点这个时差都很小 但是突然有一个点 这个时差就非常的大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通过这个median 或者med的任意一种方法 就去识别出这个时差特别大的点 那这个点很有可能就是关机的这个点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 这个它的这个不处在工作的状态 第五个应用是关于时间戳的修复 通常来说我们这个采集的间隔呀 一般是一个不定值 就是说这个间隔 比如说它的间隔是六秒 那我们理想情况下 它的每一个间隔都应该是六秒 但是实际上在实际应用中 由于一些网络传输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 它的这个时间戳的间隔很有可能不太均匀 比如说这里它多了一点变成七秒 那里少了一点变成五秒等等 就会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等间距的间隔 那么我们希望对它进行一些修复 把这个时间戳恢复成一个等间隔的这样的数据 然后我们希望通过以最小的成本 去把这些非等间距的数据修复成等间距的数据 那具体在UDF函数的应用上 就是先去获取时差 然后获取标准间隔 然后找到一个最佳的修复 那么或许是它的方法还是类似的 可以用这个time difference的方法 去找到这个每个点两两之间的这个它的这个差 然后通过这个差值 我们再对它进行求一个中位数 那么对于大多数点来说 它其实还是在六秒附近的 因为通常来说只有少数点 它会多一些少一些 但多数的点它其实还是围绕在六辅近的 那么通过这个中位数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求到 它的这个一个标准的一个时间间隔 应该是多少 然后我们再可以通过UDF函数里 这个time step repair的这个方法 去进行这个修复 把一些不符合这个原则的这个 不符合我们通过这个中位数计算出来的这个标准的这个 理想的这个时间间隔的这个差 去进行一个修复 那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左图一些 有一些离群值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数据 就转化成了右图这样一个 整体上看着非常平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结果 那么第六个应用是关于缺失值的填补 比如说我们如果希望做一个数据预测的这么一个任务 我们想用第一天零点到六点的数据 去预测第二天零点到六点的数据 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 这个数据会有一些缺失 那么因为这些时间序列中存在一些缺失的情况 它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 比如说很多机器学习的算法中 它不允许缺失值 或者说缺失值将对这个机器学习的这个效果 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然后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有的数据 它可能有很多个维度 但是比如说如果它在某一个维度上存在一个缺失 但我们就直接把整条数据都丢掉了 那可能这个代价就比较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期望去补齐这个缺失值 然后它的这个SQL语句是这样的 通过这个value fill这样的一个UDF函数去实现 中间的messor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linear方法 min方法 AR方法等等 这些表示不同的修复方法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这个实现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修复后的效果 这个其中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 这些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修复方法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略有差异 这是因为不同的这个修复的方法 它的这个计算方法不同 所以会在数据修复上略有差异 第七个是关于期限函数的这个应用 然后众所周知 这个期限数据也是一类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序数据 它的这个分析和预测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其中它很它涉及了非常数量庞大的这个时间序数据 这些数据的这个质量和它的分析和预测等等都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应用的前景 然后我们通过这样两个UDF函数 比如说先通过这个Historical data去统计这个它的历史同期数据 比如说我们希望去查询这个夏天 它的每一个历史上的这个夏天 它的这个气象 比如说它的降水量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就需要先去从历史数据中找到 比如说从7月1号到比如说8月31号这一段数据 然后把比如说过去20年的这两个月的数据全都拿出来 那这个这个过程就通过这个第一个函数 Historical data去进行实现 然后接下来拿到这些历史数据之后 我们可能就有不同的这个分析 比如说我们想统计一下某一天 它在这20年乘以这个60天 这这一列数据中它排在多少位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再通过Rank来实现 或者我们想统计一下 这过去这个历史上20年 这个7月1号到8月31号 它的平均值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可以再通过这个Average这个函数去实现 这些不同的这个函数包括Sum是求和 Consum是求前续和 Euclidis是求这个欧式距离等等 通过一些不同的函数去实现不同的这个目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事例的一个结果 它分析了这个过去这个从19年这个1月份 到这个19年3月1号 这段时间 以及它这个以此之前的20年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统计数据的一个结果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然后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QQ交流群 我们的官方网站如幼图所示 是这个Apache IoTDB的网站 然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Apache IoTDB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